没有想到我们来讲吸引未尝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要 看到了这些人他们就在你面前不再是一个数字了 你会感觉你对他们有责任 很多人会说说这个东西你们真正能解决多少 因为你看到了这些成功的案例 或者看到了这些真正用自己的力量去带来改变的这样一些人 那你就会相信你就会永远相信我是能够带来改变的 在日本的境界还有新的发展 对日本的发展 需要更多一些水平和水平和水平均发展 对中国的发展 从来年月以来的究竟 Ren这是大家的头子 处理人专心的协定 有自由和水平均 对中国人 Dogs在进 Antigion 她最新的建议是建设一个水平均的水平均 和一个村子在 Hoppe province 现在下来 在这里 这边是水平均 对 哈哈哈 水平均是浆水平均 因为夏娃有远的亚厂 还在这儿不需要买好事买这个 在家这儿呢 旁边 对这个水站落地会有什么担心 觉得可能会有什么风险 什么问题之类的 有没有表现 能用多长时间 能运行多长时间 它的寿命是多少 今年的大概就是无一我们就开始来到这个地方 进行第一次走访 去基本的了解当地的情况 然后也采了水羊进行了检测 当时我们看到的就是 硬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TDS 就是所谓的总溶解固体这个含量会比较高 因为他们当地这水质的问题 本身这个地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了解过咱们这边的水 还是想再了解一下 您觉得咱们现在这边的 可能水安全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这个村里吗 我也没感觉到水有什么异样 也没喝过我外边的 后来是妹妹家的孩子来了 来了之后她不喝水 好几天 好几天人家就不喝水 她说为什么 她说咸 有味儿 这边担心这边水不好 所以您搁这边过来 然后给装上了 是吗 自己捐赠给家乡的吗 对呀 所以这边就是一般咱们 都从这儿接水嘛 好几天人家就能够购买 很多时候家里的老人可能对这个水比较细意为常 因为就喝了一辈子了觉得一直都这样了 然后那么家里老人也可能会在小孩回来的时候 先买一桶矿泉水或者想着去买一点好的水 而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喝这个好的水 我觉得最早有这样感受 其实是我当时在印度做研究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其实感受更深刻 他们当地也是有一个类似咱们这边我们新建的这种水站 也是一个公益组织在当地承包的一个水站 然后我就问当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他们就说给小孩喝同时生病的时候喝 然后他们生病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们 你不要喝自己家的水你去喝那个水 我没有想到我们来讲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药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了解印度的情况 那我特别想花更多进去了解中国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农村的 那我自己家乡的水怎么样对吧 然后中国其他的乡村的水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跟印度一样吗 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他们也把水当作这样一种奢侈品吗 我其实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解决的层面 因为我觉得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不认识我能不能解决 我只能让更多人看 看到他也许别人可以来解决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其实我手里没有什么资源 我们都在海外 那我们想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 让更多人像我一样进到乡村里面 去关注这些人群去听他们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够了 先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们做着做着 后来我们积攒了很多的反馈 就是我们发现一方面就是那个团队在访谈乡村人群的时候 乡村的村民就会说你们天天来访谈你们能解决问题吗 好多人都来问我们 但都没有帮过我们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话 所以尤其是我当时决定回国之后 那我觉得OK 我们一定不能再停留于检测问题发现问题了 因为这个对当地人也不公平 然后对我们团队 就是也其实他们体验上会非常负面 她们知道这些圆形的团队 她们想要帮助他们的目标 她们想要帮助他们的帮助 他们发现了一天 但希望她们想要帮助他们的帮助 她们想要帮助他们的帮助 是在一起的信息 他们要帮助他们在公司 公司在外面 他们要供应用水平水平 和贤工工 但没有确保 他们要帮助他们的信息 他们最多的信息 接着, MyH2O began providing training for villagers on how better manage their water resources. But despite the organization's good intentions, they often encounter resistance from the very people they aim to help. 若你进到村民家里,村民会说,你谁呀,你来推销什么呀,你想干嘛 这个事情,大家觉得是好事,但是可能大家不确定,当没有一个明确的信息指令说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表担心 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对村里真的好吗,然后这个水战,你们会负责任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大家会有非常多的疑问 despite facing distrust from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ren finds it easy to stay upbeat, as many villagers are now inviting them to survey their own villages 昨天我们在洛里水战的时候,有个姐姐跟我们介绍了她自己的村庄,然后也是有一些水安全的隐患和硬件洛里的需求 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村庄做一个补充的调研和评估 你好,对不好意思,我们刚才在准备一些工作,你好,你好 对,然后我们是那个,就来自北京的一个工艺机构 我建议,我们这案吧,一个是出零案不去,一个是我们这不是趁公罪,不是二十四小时公罪,人家也不想给人家 明白,明白 我想今天要是检测联会水质,每年,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问题就没有,但是说口感吧,肯定是不如一进化的口感都不一样,对不对 嗯,那那个我们待会会去采一下,采一下水样,然后测一下一些基础的指标 对,就先测一下咱们这边的,对对对对,行 好,pH这边是8.1,它相对偏检性一点,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如果说纯的水,就比如说,就是没有任何酸碱度的水,那一般都是7 啊, пот他给来了没人不过许多小时预充 암ry,as is often the case those in charge of the village are keen to receive help,but Wren knows that the chance of any village meeting all the conditions requiring to receive their own water station are very low 哎!你好,您好,我们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工艺组织,然后我们是做 用水安全工作的 因为你要采样 做饭还是用这个水 那您觉得就是大概 对这个净水器的满意度 大概多高 不是净水器 对 就管一会 明白 如果说咱们村子里面 再建一个类似的水栈的话 这不好 会有用吗 方便 那就不用出腿了 不用出腿 就比较方便 因为其实对这个村子来言 他而言 他周围有一些 可供他选择的选项 对 就他说可能就是时间久一点 就可能一些老年人 可能去的话会不是很方便 他们可能喝不上干净的水 但如果我们找到其他村子 他可能周边完全没有 然后可能他会更 对这个水栈是更有需求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衡量 村子和村子之间 他这个需求的急迫性和迫切性 Ren's team has surveyed more than 1,000 villages so far but only 20 have met all the necessary criteria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village will hope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luck as their neighbors 那他们就很多人会说 说这个东西 你们真正能解决多少 对吧 就是你们现在 你看你们落地 一个一个村庄 对吧 它到底能解决多少 这个问题 对 那你们做这个 有没有意义 对 就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们 这个 我们其实也会经常 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除了这样 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之外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效率 对 我们是不是能够 真正达到 我们想达到这个使命 当然你也会看到 很多很负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你看到的这些 成功的案例 或者看到了这些 真正用自己的力量 去带来改变的这样一些 那你就会相信 你就会永远相信 我是能够带来改变的